6技能虚迷晃魂打书 每本书都在藏宝阁满 先打魔爆波三本书再说 先来本贵书 来高法波掉烈火掉吸收 好继续单法掉了 不是掉吸收了吧 下一本打法爆啊 毕竟有虚鬼有鬼魂 虚迷下了 循环了 就因为循环法波的话你就不能只打三本书了 三本书你可能保本都保不了 循环了一本就不赚了 所以说现在你要想突破 就必须得多让他起码是个五红 就得冲了 高级鬼魂掉了 有单法在也不行 6技能打筋爆的有点差点意思 开局宝宝 单法掉了 再上一门法波 神佑恕我之言不如感知 不如高敏 不如法爆不如法波不如魔心 有法连也不要神佑 分情况 完美技能是可以带神佑的 这种情况下带感知套不要法连 完美技能 而且还是太阳压顶 来前面四本书 全都在 高法爆 高法 高法 高敏 磨心 磨心掉了 磨心掉了但是能戴套 老板要求还挺高啊 没有法波狗都不用啊 感知大多数都是为了18门派 有几个恶心人的怪会带着隐身 感知漏着虚迷打 虚迷不动 掉虚鬼虚迷动了虚迷前推 掉吸收 没事 法爆掉 感觉要死了 你感觉的不对 刚才感知还有人说要死了呢 法爆他就是大推 大推掉虚鬼 漏虚迷不是感知 漏感知也没啥问题啊 前面有本垃圾书 垃圾书吸收没了啊 好了恭喜老板啊 虽然没怎么赚钱吧但是心里得意儿自己 打造的啊高感知低级驱鬼 杀了12门派带高级磨心套不要谁用